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大学院的纪录 好 我先做一下 我们的主题 对 好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大家什么是科技呢 在大家想什么是科技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学生呢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小学生他们就会说 老师 我知道什么是科技 科技就是有电的东西 或者是他会说 这是让我们生活更便利的东西 那你们觉得什么是科技 大家想看 团长们可以想一下 什么是科技 所以我想要做说看什么是科技 所以我觉得跳回来 我从来想过 什么是科技 好 那我们再跳回来另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为什么同军要学科技 为什么我们要有 废学院要有这堂课 为什么我跟姿 姿姿邀请我来上这堂课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想要推这堂 就是为什么同军要学科技 为什么同军不是应该要去生活 应该要去打圣结 那为什么同军要学科技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原本的东西 来探讨一件事情 好 那我想要问大家的是 那个什么同军神 它是不是科技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的原始人 他们是用什么东西 绑绑绑绑 把一个东西产起来的 就是一个草嘛 就是一个 就是需要一个固定的东西 可是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之下 我们发展的同军神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同军可以使用的工具 那科技是不是也是人类 我们人类 我们现代人要学的一种工具 我必须说科技是一种工具 而且是帮助人类更 让生活更便利 现在国小小朋友 他们的科技是才融入电脑科了 因为他们是才融入教育了 像德字体群美也是被融到 教育里面去的 因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把科技融进去 教育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每个小朋友 他很会滑手机 可是很会滑手机 并不表示他很会使用科技 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同军需要学科技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聚在这里 学Canva 什么是Canva Canva就是一个可以在线上 制作图片 然后设计是一个设计的平台 然后它是在2013年 有三个澳洲的创业家 共同创立的 那平台里面有大量的模板 还有素材 所以他们的slogan是觉得说 设计应该简单 设计就是生活 那我们平常在用的东西就是设计 美学就是应该要融在你的生活里面的 好 那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提供大量的中文繁体 而且它的界面很容易上手 那它还有很多的模板 还有素材 等一下我会一一的做介绍 然后还有各种的尺寸可以用 然后它 但是你可以 你不用储存 你不用储存 它会自动储存 那你有资料夹 然后可以自动储存 然后还有品牌视觉 你可以设计品牌 你的主视觉品牌 如果你有一个公司的话 那还有一个优点是你可以共同编辑 这个在我跟大学生方面 其实是很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一起做报告 那我会做前半部分 或是我会做后半部分 但是我会跟他开一个共同的 那个PPT档 然后他就可以负责他的部分 然后我可以负责我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 创在一起报告 这是比那个在那边丢PPT来的好多了 好 那我们要讨论的要点就是 我刚刚说的就是 国小的科技资讯 在媒体素养 它其实是融在各科里面的到现在 所以它是很好跨学科的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我又跳回来原来的 我刚刚问的问题 为什么同军需要学科技这件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同军是很好跨学科跟跨领域的一个科目 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要考试 要背书 但是它是在你的生活中 我们是做中学 学中做 就像那个一瓶团团 跟我一起分享的 对 因为我们一直在使用这些科技媒体 但如果我们同军人他我们不学科技不学媒体 不学怎么使用他的话 那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那你还是要回过头来 学他 然后当你的 同军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做PPT 有些 有些孩子们他们做PPT的能力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们也是可以用 用不同的媒体去做 就是一个工具 我觉得同军 就是要好好的使用不同的工具 然后去做 在做事情 好 那 Canva 最主要就是可以做简报 或者是应对电子榜 或者影片 FB IG 可以发IG 那我们开始学起之前 就是 对 就是他有分图文类 图文类就是像 newsletter IG 还有FB 那简报是一种共同的工具 像我现在就是用简报 来跟大家说明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Canva这件事情 好 那还有一种就是 影类 就是微电影 你也可以再用Canva去做 就是 做你的微电影 然后做你的Tito 然后上传到 那个 你可以上传到FB 或Instagram 或Tito 或YouTube 好 那这个是要 荣媒体类 那这个我觉得他 他做的还蛮酷的 让我切换一下 分成这一个 大家有看到吗 那他就是 他是一个网页 然后 他是互动式的网页 然后你可以跟他互动 好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跟这个网站 那他有个日 然后你可以选择 还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你如果要收容动物 或是人机压力 然后当你遇到选项的时候 然后你那个决定都会影响你的结局 就是说互动 你选哪一个 然后他就会 他就会跟着你互动 然后你选的那一个 那一个 的内容 我是刚才四岁接触的 然后 可以做 你要那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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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到最后是你失败了 所以这是你的 它就是会跟你互动式的状态 然后你到最后就是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经营这个什么 然后你会去看报告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互动式的网页 那我再分享 这个就是融媒体类 所以这个Canva也可以做 那其实Canva它有很多 它已经做好的模板 那你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的版权 可以用它的模板没有错 但是你的版权上面你还是要注意 我有分三点 就是一个是版权 一个是建议要做的事 然后设计应该要注意 就是设计应该要注意 字形排版跟颜色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样的设计 你都要看你的字形 会不会太多 然后你的排版是怎么样 然后你的颜色是你要怎么样配色 那版权呢 就是你要增加你自己的内容嘛 然后你要有你自己的创意思考设计 对 好 那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为自己的档秘密 然后骂个信号 然后放入直接讲 那我 好 你们现在看到我的首页吗 好 这个 这个就是当你 当你 login进来之后 账号 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试着做做看 就是如果你有Canva的账号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登录进来 然后登录进来之后 你的Canva就会长这样 然后就会有你的名字 然后这是首页 然后这里有专案 还有版本 还有品牌原地 还有应用程式 还有课堂的作业 那这里呢 他就会推荐说 你想要尝试做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做 做白版 或者是网站 或是 作品级的网站之类的 那其实在这里 这里他有像 Document 就像Google Document一样 它是可以做文件设计 然后你也是可以共编的 这是Canva的好处 那白版呢 就是你大家 就是几次广义的白版 就是如果你想 就像那个Google的Gymbo一样 就是如果你开会的时候 然后需要 及时广义 然后大家贴那个 贴便利贴 然后就可以上来 那这里是简报 简报是我最常用的 就是因为我要做报告嘛 所以就可以做不同的报告 那社群媒体这里 就是有Instagram的 或SB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 做你自己的现实动态啊 然后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开你的 因为Canva 它是网页版跟App版 是相通的 那你可以在你的桌机上面 编排好之后 然后在你的手机上 再开起来 然后就可以在手机上 发你的IG 或是发你的B这样 那这里是影片 影片它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然后你可以跟着它一起做 然后再就是印刷品 就是不同的印刷品 你想要做明信片啊 做传单啊 然后因为在这里 它有一个自定尺寸 你想要印不同的尺寸的话 你也可以自定尺寸 然后自己去设计 然后再印出来 再送去印 然后这里是网站 好 这里是大概的介绍 这是桌面 然后我刚刚说的加 加丁号 就是在你的范本下面 它会有不同的范本 可能比如说 比如说你想要 做不同的简报 那你做了 你可以在下面说 它会推荐你 说你想要用什么样的简报 或是你回到首页屋 想要做 newsletter 那它就会 这是我的 它就会 在范本下面 你找newsletter 然后它就会给你 不同的newsletter的范本 那你如果滑到它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加信号 所以加了信号之后 就表示你喜欢它 你可能等一下会再去用它 然后你加了之后 好我加了很多的信号 你看有的我一定加信号 好我加了很多信号之后 那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以标记信号的 那它就出现在这里 这样子你下次要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在你的 就像你的最爱里面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在你的最爱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它 你就开始 然后你就按它 然后可以使用这个版本 使用这版本 好 那我再回来做的简报 好 那你可以等一下 等一下也可以把它放入不同的资料夹里面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为你自己的档案命名 然后mark 信号 然后放到不同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就是有空的时候多看不限类别 就是收集你喜欢的那种style 不同的设计内容 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可以用手机版的APP 然后但是手机实在是真的很小 你要编辑的话 其实不太好编辑 那所以就是建议用iPad或电脑版的网页 然后对 好 那今天要设计些什么呢 就是大家等一下开开启canva.com 然后按登录 如果你有注册的 你还没注册的话 请你先去注册一个 那如果你有edu 当号的话 请选择用edu的 gmail 登录 因为它有一些有小黄罐 你可以使用 就是edu上面 所有的小黄罐 你都可以使用 要不然你就是要买那个升级版的 那我是建议说 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教育人的话 他或学生 他们都有edu的 gmail 那就可以用 好 那这里就是我刚刚介绍的 就是首页的部分 然后有专案 有饭本 然后有品牌 你如果要做自己的company的品牌的话 然后应用程式 然后你老师还可以在课堂上面拍作业 那这里就是设计类型 然后这里就是本的搜寻 然后这里就是账号的设定 好 那当你在饭本下面就可以 也是可以去选择说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 不同的饭本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newsletter 就是一个引爆 类似引爆的东西这样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 你可以玩玩看啊 好 那这里就是善用筛选器 你想要做教育类的简报啊 或影片啊 或者是海报啊 练习题啊 闪事卡啊 这些对 其实对教育工作的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这里就是信号的部分 如果你把你把你喜欢的style 比如说他喜欢这个 这个有植物的这个风格 然后他就把它画成信号 这样子你下次就可以再回来找这个这个风格的的模板 对 那这里有皇冠的就是破版 破版的话就是edu的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不是你没有edu的账号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 要跟他买这样子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 去对 如果有edu的话 就上映用edu的gmail这样子 好 那 这里呢 我想要开始 这里我开始 要用我们的 我直接用 我直接用这个去跟大家说好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刚刚在在那个我们mark信号之后 你会按进来之后 好 再开一个 等一下这个 开一个 如果我开这个 我喜欢这个模板 然后我使用这个模板 我先介绍界面好了 对 然后介绍界面 你开这个模板之后呢 你进来就会是这样 那你可以把它用 这是大小 这是大小 好 那这里有设计 还有元素 还有字幕 那个文字 然后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东西 你看我上传很多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还有绘图 你可以画图 然后还有不同的音源重置 这等一下我会慢慢的介绍 好 那你可以在这上面 就是设计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换这一个 你可以换不同 或者是你不喜欢那个模板 你可以换这个模板 或是换这个模板 这样子 然后它就会 它上面就会有这个模板 相同的颜色 所以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就是会有一个整体性 这样 好 那元素呢 这里就有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你要不同的形状 在这里 就可以有不同的形状 然后形状上面 这里有不同的 这边看到是都没有看到画面有在变动 雅婷你的画面是有在变动吗 OK好 现在有了 谢谢 这里这里这里 sorry 好 那我再回来再说一次 sorry 我以为我有切画面 因为我在不同的分页里面跳 好 那就是我们 那我回来 首页 就是我们刚刚说 我们选了很多的 诶 很多的饭板 不同的范本 然后我已经标记信号的 然后我如果随便选一个 我已经标记信号的 然后我说我要使用这个范本 然后我就会跳进来这个编辑的页面了 好那我再把它放大一点点给大家看 所以然后这边呢 在你的稍后一下 是不是现在又换了新的页面了 OK好谢谢 为什么它不会动 好 所以它按进来 它还要再按 好没关系 好 那在你的 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设计 设计就是它不同的范本的样子 比如说你已经跳进来 这个设计里面 可是你又觉得 我想要改变新意的 我看到旁边这个比较可爱的 或者是科技风的 那我想要做这个 那你就可以直接跳过来 这个不同的风格的设计上 那这里有不同的元素 元素上面就是有原型啊 就是这是我曾经使用过 这是不同的形状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形状去呈现 或是不同的图像 它有不同的可爱的图像 就是相同的风格的图像 让你选 然后还有不同的贴图 还有照片 好那这里是可以打字 就是新增文字方块 然后你可以让它变大一点 或是变小一点 在上面就是大小 然后这里是不同的文字的字形 在这上面 这里都可以选不同的字形 好那这里就是文字的颜色嘛 颜色它就会配相同的 就是如果你选了这个风格的 然后它就会给你这个风格的 大概的颜色你可以用哪些 就是所以你的设计就不会跑掉 不会说这个突然变成很明亮的颜色 或是很跳通的颜色这样 好那这些 对这些都是其他的 那这里文字还有上传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照片 跟你自己的风格 你自己不同的 你想要放进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画图 然后用运用不同的程式这样子 好 那这是 这是这个界面的介绍 那介绍完界面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的海域 好我们又跳回来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你可能会运到的一些 一些你需要的元素 好比如说我们想要把这个 我想要把这个去掉我的背景 去掉照片的背景 那要怎么做 就是你可以点选这个图案 然后编辑影像 之后他这里就有背景移除 那你点了之后 那他就会开始跑 之后他就会帮你去除你的背景 对 然后就像这一个 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照片 比如说我们家狼宝宝的照片 然后你想要 你觉得这个脚很讨厌 然后这个土地 地板很不明显这样子 那你可以编辑影像 然后就是移除 移除背景 那他这里有加跟剪 就是加你可以还原 就是如果他移除不好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还原 然后你可以自己手动清除它 它就是化掉它 没有化掉的地方 对 那他跑出来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很干净的背景 这样子 就是一个去背的图片了 对 好 是其中一个小配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加入外轮廓 因为像我们 像我帮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 我帮我们老师做的一个东西 它是我们就是去背景 然后再帮他加一个框 就是一个黑色的框这样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 怎么编辑呢 就是你点选这个图案 也是编辑影像 然后这里有加阴影像 然后这里有加阴影 那阴影的话你可以选择光达阴影 你可以选它你可以选它之后 然后你加光达 然后你就可以调它的透明度 还有模糊度 然后还有它的大象 那你也可以重色 重色的话 就比如说你调很大的光阴 重色的 然后你的透明度 然后就没有模糊这样 那你可以选择套用 或没有套用这样 那取消 这里就是在编辑影像下面 那你可以选择说你的 你去完背之后的部件 你需要你要你要做什么样的 美变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加变框 加变框就是后面这里有变框 或者是你可以改变它 把它变成就是上 那个 就是不同的 那个照片风格 现在大家都可以试着玩玩看 这样子 好 那其实Canva 其实很强的部分 在这里 这里它也有 想要做AI生土 其实AI生土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科技的话 AI生土最厉害的应该是Meet Journey 可是现在Meet Journey要收费了 所以它会 它会比较不好 不好那个 就是会比较贵啦 可是 但是我一直觉得AI生土 要问你自己说 你生出这张图之后 你是要做什么的 因为你可以像我们在它在运用程式里面 它就可以Text to image 在这里 你可以选Text to image 然后你可以帮它你可以打一些字 就是比如像我打的帮我做一张水彩 然后跟路在森林里散步 可是它其实生不出来 因为它会 它会confused 它会觉得为什么要有两个动物 所以要真实的 可能就是猫在动物里面散步 猫在森林里面散步 然后让它生成一下这样 让它跑一下 对 然后它就会产出一张那个水彩的土 然后你就可以用了 水彩的猫 然后它在森林里面 的图案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使用这样 但你要 你要 其实做AI这些东西 就是你要看你要 你要怎么使用它 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Canva 它又在做AI这一块 它有的 有的也跑得不错这样子 好 那再另外一个就是 你想要复制一个东西 想要复制跟它一样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复制 你就是把它 在 在这点 这个物件 然后在这三个点点上面 然后写 然后你可以复制样式 然后再刷它 然后你 你旁边的 那 模板 它就会长 跟它一样 对 这就是复制 你可以复制 不同的样式 比如说你想要这一颗 它爱心 我要绿色的爱心 那你也可以就是复制它 然后复制样式 然后去把它变成 蓝色的 这样 好 这是不同的复制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查看更多相似的图案 因为我很喜欢不同的小图案 那不同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绘画风格 Joint Style 它有不同的Joint Style 所以你可以想要 你说我想要再一直找 找这种 我喜欢的这种风格 那你可以就是按这个惊叹号 然后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 你就可以 那个 查看更多 类似的 内容 那你可以 那它这里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 类似的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动物 但是是相同 风格的 比如说这个驴子 它就是跟这个鸭子 是相同风格的 那如果你选到这个 它是不是风格跟它不一样 那你想说 我想要 加很多的相同风格的 那你就可以 就是按这个 进探导 然后查看更多的内容 那你就会 看到旁边这里 有很多不同 跟它一样 类似的风格的图案 那你就可以用 这样子你 你排版起来的话 你就会整个版面 是跟它相似的图案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蛮好用 因为我 我自己有分 分我的资料夹 那我资料夹里面 有插图 你看我旁边插图 这里 都是就是 自然物的风格 那 那我喜欢很多花草啊 就是在我的 我的设计里面 所以当我喜欢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 这个 这个小图案 那我想要把我的 画面都变成 类似有这种风格的话 那你可以 就是按这个 按这个 进探号 然后查看更多 相似的内容 那它才会 跑出一些 跑出一些 跟它一样 类似的 风格的 的东西 出来给你 这样 好 那还有 这个就是 当我们 在编辑影像的时候 这个叫 smart markup 就是 就是你有拍了一本书 就是比如说我们 我们狼宝宝 就是我们狼宝宝 介绍的这本书 如果垃圾越积越多 你想要把它放在一个 比如说它放在一个 你在玩的那个 平板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 你可以 也是可以按它 然后按编辑影像 然后它在 smart markup 这里 你可以把它放在 比如说放在一个人 一个人的脸上 然后它就会出现 那本书的名字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 你可以把它放在 那个 就 你想要呈现的 内容 就会出现在那里 那这里有书本啊 还有可以 在 那个T恤上面 或者是 你想要呈现在 不同的 你的 东西呈现在T恤上面的话 你也可以 用smart markup 这样 这个 这个 小片 这样 好 那这里 还有其他 强大的功能 其实它有AI的 魔法玩具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关注 科技一类的东西 就是 现在有三大 人工智慧 就是ChatGPT 大家应该都 听过ChatGPT 它就会 你就问它问题 然后它会帮你 震撑很多的文字 还有 现在还有 Bin Chat Bin就是 那个 这个叫什么 Microsoft Edge 里面的Bin 然后它会 你也是可以 应用它 然后可以 问它一些问题 然后它也是可以回答 然后还有Google Google Google也出了一个 所以 这三个 现在目前是在 那个 魔法 就是在 人工智慧 里面 它是 你可以打字 但Bin 它可以 Bin好像可以 声称 也是图案 对 那 那个 这个Canva 它也有 就是大家看 这个Canva 小帮手 Canva小帮手 它就会帮你说 你想要 它这里有 你想要做一个东西 然后可是你想不出来 到底要写什么 那你就可以写说 比如说 在学院 然后让它产生一段文字 对 然后它就会 写说 哦 被学院分享 Canva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设计工具 可以协助使用者 做出美观专业的 设计作品 如海报啊 海报 面 社群媒体 图片 这样子 然后它可以有 模板啊 字形啊 图案 所以 使用者可以创造出 自己想要的设计 那还有可以 支持多文 协作 方便 对 那我下午 有做了一个 就是三百字 介绍Canva 运用给工具 然后它就会 它就帮我生成了 一段文字出来 所以当你想要 做一个设计 然后你没有想法说 我到底要写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问它几个问题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 写文字出来 这样 这是Canva 它的 厉害地方 那这里 我们等一下 就是要做一个 营队的电子报 就是我希望说 因为 那个 希望我们下礼拜 还是可以继续 就是因为我们介绍了 然后希望各位团长 可以实际的运用它 然后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 对 那我找到了这个 这个 我那天在看那个 脸书的时候 有人分享 就是1991年的世界同军 大陆里的引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也是在 也是在韩国这样子 所以上一次在韩国 已经是1991年之前了 对 好 那再继续讲下去的话 就是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那等一下我会 请他们给我你们的email 那我们就可以共同编辑这一个 我给大家看 我其实开了一个 这个 大家现在跳到这个画面来 对 我刚开 我之前开了一个 就是共编的版本 那共编的话 这是我们贝学院的logo嘛 然后可以共编 你可以增加你的照片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生成 生成 生一个图出来 或者是你想要 写一段文字 然后去改变它 那等一下我会请团长们 给我你的邮件 然后你就可以加来的 这个 这个 newsletter里面 这个银报里面 那你可以等一下 可以自己试试看 对 好 那 我再继续把它 拨完 然后分享完 那当你编完之后呢 在银队的电子报编完之后 你想说 我已经都已经存好了 哦 名字 名字很重要 名字在这里 就是上面这里 它 当你开一个新的 就是新的 范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英文名字 但你要去改 它的英文名字 对 这样子你以后 才会找到 你的 你所 编辑的东西 不然你会 看不到 你所编辑的东西 因为你会有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当那个 在前面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 你要把它 把你的专案 改名字 然后放在 不同的资料夹里面 像 好 我直接用 我直接用 分享 这个 好 分享这个 好 我回到首页 那 当我有分 我有分开 我的专案的时候 比如说 我有不同的资料夹 我的资料夹上面 都会有 同军团的资料夹 还有USR的资料夹 还有我刚刚 给大家看的 插图的资料夹 然后还有我 就是上课 做的 报告的资料夹 这样子 你在 你在找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你有哪些 资料 在你的 不同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你要改名字 因为你如果不改名字的话 当你开启一个 让我看到 开启一个 你的范本的 我要找的是 范本 对 这里 范本 那你开这个范本的话 它下面的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上面这个 Ligrate Simplement 这个 那你就会找不到它 因为你如果不改名字的话 然后不把它放在 不同的资料夹里面的话 让你之后 你有很多的设计的时候 你就会 开始觉得 我之前的设计 跑到哪里去了 这样子 好 然后再回到我的 简报 好 简报 我们 刚刚讲的 名字 那 那我们设计完 设计完之后 你就可以按分享 现在还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吧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没有 要离我 有的 有听到 OK吗 有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 这里 当我们设计完之后 我们可以按下载 下载之后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 你可以选择PDF 档案 或是PPT 就是如果你做PPT的话 你可以下载PPT 或是JPG 就是 照片 然后PNG 然后这些 对 所以你按下载的话 它就会帮你下 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 拿去列印 或是什么的 对 好 那这里我要分享我做的其他的运用 除了我们 我先介绍这个好 这是我帮我们老师 我是在台南大学USR计划里面的 那我们是带天乡的孩子去跟南大富小的小朋友互相做交流 那他们这次是去那个海边了解乌鱼跟乌鱼回流 跟那些跟那个叫什么 就是有关的鱼类这样子 那他们 那我们老师就希望说 因为他们有做一段影片去介绍说乌鱼怎么回流 然后怎么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小队他们去去解释跟大家介绍什么乌鱼是怎么自主的啊或是乌鱼的死亡的原因跟 所以我们老师就希望说把它做成一个一个资料夹 那那我就是用Canva把它做成一个这样子的资料夹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对 它是就是在你可以在Canva上面印制作完之后 然后你把它印出来像这样就是前面后面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档案夹这样 对 这是Canva的设计的运用 你可以把它印出来 好 这是这个的换本 那还有它可以 它可以做那个影片的剪辑 就是我们做那个 就是这个影片 然后它因为我们老师想要做 那个另外一个助理 他想要那个这只手会动 可是 我跟你看我之前的换本 它是手是不会动的 它是手是不会动的 好 好 这是一个图案 它本来 它本来应该是长怎样的 我忘记它本来应该看看 它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太阳的图案 然后有那个飞机 然后有不同的 那我把它把我们USR的logo放进来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后来改编的 就是 就是你把字加进去 然后让它的手会动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海浪的感觉这样 好 然后下面就是看小朋友的介绍 好 好 他们怎么介绍这个物语指挥率 这样 好 这是另外一个Canva的运用 好 让我回来的 可以整个 好 让我回来的 整个 整个 好 等一下 好 让我回来的 整个 到的 最后的 最后 在我们共编之后 对 那我们 就是 因为自己希望说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二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 大概介绍 这个Canva这个软体 那大家可以一起共编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 做一个演练这样子 因为你们听我讲 一定会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滑来滑去 然后它的首页在哪里 然后它的 它 要怎么做 但是你要实际 操作过一次之后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这其实是还蛮容易上手的 然后你可以看出你想要运用的 哪些 就是运用在哪里啦 那我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 我当初 为什么选择Canva的原因 是因为我之前 是用illustrator跟photoshop 那illustrator跟photoshop 是你要自己在 在 要买那个软体 然后 要 自己在那边 做 从零到有 这样子 但是Canva是 它是有一个模板给你 那你不用 从零到有 然后你会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你会比较容易上手一点点 那我 我当初在同一团 运用这个的原因 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团有很多 我相信每个团都有不同的团集会 那团集会的时间就是很多很多 每次都有不同的团集会 那每次团集会你会遇到不同的孩子 那你会上不同的课程 当然你会有课程 课程表 然后就是说你这次团集会要交给孩子们什么 然后你们团的 那个年务计划是什么 然后你这一次的团集会的目标是什么 但团集会过完之后 通常我就会忘记说 这个团集 这次团集会到底有来了哪些人 然后 有哪些小朋友 然后 所以我做了这个 就是我们 我从我们二月的团集会开始 在我们的士林团里面 我 我们 我做了这个 这个 类似小银豹吧 就是我会把我们的 我们星光野路的就是 月份主题是什么 然后 年度主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年度 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就是地球部落 那我们的 月份主题就是不同的执行团 他会去订一个 跟地球部落相关的主题 那主题订出来之后 再去选地点 那 然后选完地点之后 就是所有的团集会活动 会跟着这个主题跟这个主题走 那 那我 我为什么想要编这个 那个 团集会的引爆 类似引爆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每次团集会来的小朋友不一样 然后我们每次的点心都有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的象征意义啦 就是团长还蛮用心的 他就会去找不同的点心给孩子们 然后去连接到我们的 我们的主题 那因为我们那二月份的主题是 生物多养性 那我们的点心就是沙奇嘛 里面就是有很多的 种子啊 不同的种子就是生物的多养性这样 然后我们会做 做我们相关的活动 那相关活动之后 你会希望说 我会希望说把这些留下 因为我会忘记说 我这次二月的团集会过完之后 那我怎么会知道说 我问哪些孩子们参加 然后我做了什么 像说我有团的流程表 但是我不会看到照片跟 我的 跟服务员一起 然后跟孩子们一起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好 这是二月的 那 我再分享一下 那就是这样子 那是这是二月的 然后还有三月的 然后还有三五同军节的活动 那我会希望说 这些把它留下来当做一个 就是我回顾今年 2023年的团集会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 我2023年的团集会 我们做了什么这样子 好 那我大概介绍到这儿 不知道